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这么讲 因为我们的人身上其实很多部位带有电 但是这个电不是我们平常意义上理解的 就是电灯泡里的电啊 电视机里面带的电啊 它是一种我们医学上称之为生物电 就像你大脑也带电 这个叫脑电波 那么心脏也是心脏有的电 它就是心脏的电流 那么还有肌肉身上也有带电呢 那么虽然这个电流呢是很微弱的 它还是可以通过你的胸臂你的皮肤呢 传导到你的体表 那么怎样记录到这个电流呢 我们把一些电机放置在身体的固定的位置 然后呢通过导连线呢 连接到心电图机上 那么心电图机呢可以把这个电流呢放大 并且描迹出来 形成一幅呢 有连续波形的这样的一幅图 这个就是心电图了 那么每一个克拉斯波呢 就代表了你的一次心跳 所以说呢 这个心电图呢 原理呢其实就是心脏支生带电的一个原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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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